我認為我們目前這個修正案 已經把它改為他支齡奉吉總額三分之二 比起他原來權額來講他已經降低了 那為什麼憲法規定法官終身職 當然一方面給他獨立審判的空間 另外一方面這也是代表對於法官的一個禮遇 既然對於法官的禮遇 我們目前七十五條都已經把它改成 他如果不願意憂鬱的話 那僅支領原來奉吉總額的三分之二 其實真正如果有到達該憂鬱的法官 他不憂鬱 而我們強迫用這一條他恐怕會提出視線 視線之後誰會贏恐怕很難說 但是究竟修憲不是那麼簡單 修憲要曠日廢時 不得已我們為了要回應社會各界對於司法改革這樣的一個呼聲 所以這個法官法這個條文第七十五條 我們這個是做不得已的一種彈性的調整 那我相信這個支領奉吉總額三分之二 比起他申請月退來講 這個已經是比較低了 一般來講法官他如果認為體力上不堪負荷 他應該如果考量到退休縫的問題 他應該會選擇自願退休的 不會刻意再特別要繼續要撐下去 所以我想我們不宜說再把這個三分之二再降低 其實他三分之二已經比原來的低了 那目前只是比照一般公務人員來做處理 基於對於法官的尊重 我們既然要讓他下來 因為在體力上他不堪負荷 那我們基本上也應該去尊重法官 而且他是終身職 所以這次不得已已經把它改為三分之二 本期認為這已經是比較進步的立法 那雖然無法滿足各界不同的聲音 但是究竟比原來進步了 相信也可以解決目前這個問題 那至於這裡面有提到 說不記入該機關所定原額之內 那當然他不應該記入了 不然如果真正有一些法官 他真要繼續幹下去 那他佔了我們原有的編制原額 導致其他真正一些體力比較好 這些年輕的他就因為佔了這些名額 那這些真正辦案的法官是越來越少 那整個審判的一個品質就勘慮 所以這也是不得已的做 所以本期建議說 是不是75條 我們可以按照整個修正案 這樣來通過 也請大家全力來支持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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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